在校內打造一座夢想廚房 裡面佈置的就像石下咖啡廳一樣 有面對廚房的吧台 寬敞的座位區 柔和的燈光 應有盡有的廚房設備 透過校內課程 與志工媽媽的帶領 能帶給國小學童 正確的食慾教育 建立正確的食安觀念 那為什麼取於夢想呢 就是希望在校內 希望小朋友透過在這個教室的學習裡面 能夠築夢的踏實 能夠透過操作 慢慢實現自己一些 很多的一些想法 那就是我們曾經夢想廚房的原因 除了學生的學習之外 也提供給我們老師 還有我們的家長 在做一些的 有關食慾教育的一些研習 讓這個廚房能夠更發揮它的作用 夢想廚房裡有 大型烤箱 電冰箱 水波爐 瓦斯爐都是實際的 最新的廚房設備 可以讓小朋友清楚看到 志工媽媽烹飪時所做的所有動作 寬敞的環境 還有可以播放影片的大螢幕 用來做食安教育非常適合 我覺得有間進教室之後 可以教一些小朋友食安的 因為像現在小朋友吃東西 有很多添加的東西 那我覺得透過這個教室 可能放影片讓他們知道 或甚至透過自己親手去製作 就會發現吃出來那個味道 也許沒有外面的東西香 或是好吃 但是那一定是 從他最原始看到的食物 去製作而來的 夢想廚房讓食慾教育 能透過手做親身體驗 讓小學生真的了解食物的原貌 從食物來源到餐桌都能一一介紹 並從生活中落實環境保護 與資源永續 中佳新聞 吳沛山永和報導